展望全新的2021,我们满怀期许,让我们张开腾飞的翅膀,向着更高的目标飞翔,让我们再创2021年的佳季。 各位亲爱的爱多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研讨会的特约主持人金兰。 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迎来爱多美中国总部首场梦想中心的线上一日研讨会。 欢迎大家的如约而至。 那本期呢,我们特邀了三位重磅嘉宾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第一位呢,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徐海燕老师。 海燕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那为了让大家更加记得我们的海燕老师,请我们海燕老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可以吗? 好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丹顶客的故乡江苏延城。 我的名字叫徐海燕。 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市,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长大成家以后,有了两个孩子就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当中。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有一个很强的自尊心。 我不想总是伸手向老公要钱。 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没有一丝安全感。 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的依靠。 就这样我去学过技术,也从事过分享经济。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任何能力,也没有背景,更没有人脉。 想获得成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这样经历了几年的折腾。 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迷茫。 不知该去向何方。 那种无助,内心是非常疲惫的。 当时我就在想,难道我的人生就应该碌碌无为吗? 难道这辈子我就要依靠别人生活吗? 我陷入了抑郁的状态。 那通过我们海燕老师对于过往经历的分享, 其实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无奈, 他的那种为人母的爱跟责任。 但是呢,我们实际,现实生活当中呢, 总是那么不如人意的。 那我们刚刚听到老师您分享说, 您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您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带我走进爱多美的那位朋友。 那时他把我带到爱多美的研讨会现场。 在那里,我见到了很多普通人 都在爱多美的舞台上, 收获成功。 那一刻,我重新又看到了 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希望。 就这样,我敞开心扉去了解爱多美, 用心地去体验了爱多美的很多产品。 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60块钱的洗面奶和500多块钱, 六样的护肤品, 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么便宜的产品, 居然品质这么好, 当时我就觉得, 这样的市场一定会特别大的。 那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海燕老师在分享她的过往经历的时候, 她的眼睛里是充满着那种无奈的, 但是一说到爱多美, 我感觉她眼睛都在闪闪发光。 那我想问一下海燕老师, 您是怎么看懂爱多美的? 您觉得爱多美最吸引您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都是跟自己的发心和经历有关系的。 那董事长因为他的经历, 所以想要去帮助更多普通人都成功这样的使命。 因为他之前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上班族, 怀着帮助他人共同成功的初心, 在2009年创建了为消费者着想的爱多美。 因此爱多美公司的目标之一就是, 超越顾客感动,实现顾客成功。 爱多美把顾客当作是目标去经营, 而不是手段去利用。 那因此在2020年, 爱多美获得了CCM认证。 这个认证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认证。 所谓CCM认证是评价企业是否以消费者为中心进行活动, 并且不断改善经营活动的一项认证制度。 由韩国消费者机构评价, 公平交易委员会给予认证的国家认证制度。 还有这样的认证, 其实没有经营爱多美事业的话, 真的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认证呢。 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 那我想问一下您, 以消费者为中心在爱多美里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我觉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超大容量的眼霜。 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容量的眼霜, 竟然有40毫升。 我以前用的眼霜大多都是15到20毫升, 因为价格太昂贵, 舍不得大量去使用, 所以就会影响效果。 当我拿到爱多美眼霜的那一刹那, 不仅品质非常高, 而且价格还这么清明, 这样就会让我们消费者大量的去使用, 这样才能出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我们的风胶牙膏, 200克才二十几块钱。 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顾客对我说, 爱多美的牙膏好用是好用, 就是容量太大了, 顾客想要复购需要花很长时间。 其实它是站在经营者的角度上去考虑, 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并没有考虑到顾客的利益, 那样顾客很快就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顾客是没有忠诚度的。 所以我觉得顾客是有忠诚度的, 因为只忠诚于对我们又好用又便宜的产品, 那爱多美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开发产品, 顾客喜欢的产品才是成功的产品。 因此爱多美一直保持大众精品原则,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则让爱多美十年间营业额突破一兆五千亿韩币, 折合成人民币是八十六亿。 哇,八十六亿, 哇,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营业额,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了牙膏二十多块钱, 六十多块钱洗面奶, 可以创造这么高的一个营业额, 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 爱多美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 从2009年在韩国成立, 2010年进入到美国, 2011年进入到日本、加拿大, 相继进入到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还会在英国、土耳其、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分公司。 其次,我们的目标是超链接流通枢纽, 就是内容更全面,功能更强大。 爱多美不仅可以流通大众精品, 还可以借助爱购商城打造我们自己的个人平台,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想要去创建一个平台,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成本, 但是也是具备一定风险性的。 那今天有了爱多美, 我们通过分享就能获得个人的平台事业。 爱多美在短短的十一年间就已经进入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真的是太快的速度了。 想一想我们未来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可以走遍千家万户, 走遍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真的想一想就特别兴奋。 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海燕老师, 您觉得最让你自豪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爱多美的企业文化和成功系统, 因为文化是一家公司的基石, 爱多美独具魅力的三大文化喊的可不是口号, 而是需要去践行, 这样才能引领爱多美走向百年基业。 爱多美在经营活动的过程当中符合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正道经营恪守行业原则, 唾弃漏袭, 禁止夸大宣传, 诱导伤害消费者, 禁止同货压货, 损害他人利益。 爱多美希望跟它合作的个人或企业都能够共同成长。 爱多美为会员朋友们提供物操所值的大众精品, 为经销商提供创业的平台。 同时,爱多美特别热衷于慈善活动。 爱多美自创立以来, 每一年都要开展社会贡献活动。 这是爱多美认识到自己也是社会当中的一员, 应该实现社会均衡化发展而承担这份责任。 董事长更是亲力亲为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 爱多美每年甚至每个月都要举办公益活动。 总部2019年6月份的一次捐献当中, 向韩国社会福利院捐赠100亿韩元, 折合成人民币是5800多万。 爱多美希望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在2020年12月份, 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捐助100万元人民币。 此上款专项用于患有纯恶劣疾病的困难家庭的换而救助。 另外在环境保护方面, 公司携手绿化基金会共同定制5年防沙漠化规划, 预防沙漠流失、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种植杀迹植树造林工程。 就这样爱多美关心者需要关心的人, 帮助者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的一家有温度的公司, 我觉得是值得每一个人去了解和合作的。 是的, 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听完老师的分享之后呢, 其实忍不住想竖起大拇指为我们爱多美中国点赞。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爱多美中国是2020年7月10日商城才正式开放的, 但是居然在12月份就捐助了100万人民币, 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 是的, 而且爱多美拥有一个成功系统, 可以让没有能力, 没有资金, 没有人脉的人都能获得成功。 这就是爱多美的成功学院一日研讨会。 在中国每个星期六线上研讨会, 各地区分公司的各类研讨会, 未来疫情结束以后, 还有线下研讨会成功学院, 帮助大家走向成功。 所以我觉得在爱多美, 普通人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必然的。 就像我这样, 在没有从事爱多美之前, 我连站起来跟大家做自我介绍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在爱多美, 让我一步一步成长, 逐渐走向成功。 我觉得爱多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走向成功。 非常感谢徐海燕老师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海燕老师。 谢谢大家。 那正如我们海燕老师所说, 尽管没有人脉, 没有能力, 没有经验, 只要我们依托于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都可以在爱多美实现成功。 那在开拓市场的过程当中, 大众精品无疑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那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好这个工具呢?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特邀嘉宾高鹤老师 带来大众精品的分享。 有请高鹤老师。